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啊 这里是北京路步行街 看到前方了吗 月秀书院街 前面那里好多人拿着手机围观 不知道在拍什么 我们过去看一下 哦 好多人这里拍啊 月秀书院街哦 碰水墓 水墓电影啊 这种应该不算很稀奇的吧 早在十多年前 这种技术已经是有了 他就是用水墓来做荧幕 然后投影上去啊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一般这种在景区的时候就有 但是开放这样看应该是第一次的 全部是字体 北京路 月 还挺漂亮一下的 应该是碰的是水雾啊 但是感觉地上没有什么水啊 看了这些都是人在这里拍抖音小视频 就是字体 单单的字体 没有什么其他的画面 我们看一下后方那边 一般像搜钱的景区的时候 在十年前还是十二年前我就看过 看到没有上面两个投影的 哦 后面是看不到的 后面是看不到 前面看到 这种技术不算稀奇啊 一般去 留景区 或者是说 那些山水的 实景演出都会有这样的 我们从后面方这边看一下 我以为是什么大电影的 月秀书殿街 从手机镜头里面看的话不是很清晰啊 建议大家来这里看的话 应该是挺震撼一下的五元六色 五彩斑斓啊 这里是广州路的北 京都不行一些 看来都是人没关了 这些应该是第一次看到 那行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